西云初起,日成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的拦主弗兰克就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 在他的一系列操纵和谋划下,终于如愿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本期给大家带来纸牌屋第一季的精彩结局 上一期说到,拦主故意整垮了竞选宾州州长的光头哥 导致位置空缺,然后怂恿副总统降级参选 如此一来,副总统的位置就空了出来 成为拦主迈向白宫的重要跳板 然而,即便是几个盟友帮忙举荐,总统依然有所犹豫 这天一早,总统在白宫亲自面试副总统的候选人 尤其是眼前这位说话是,西字如今,言见一改 气氛完全带不动,这以后怎么共事啊 总统很生气,拦主和幕僚长琳达,你们这挑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但这其实就是拦主跟幕僚长合计好的 故意跳来跳去的磨时间,等到最后关头再推举拦主 而且就准备明天开口 隔天一早,弗兰克忐忑不安的在办公室门口等 不一会儿呢,幕僚长走了出来,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总统莫名其妙的提名了一个叫雷蒙德的亿万富翁 这把拦主都搞懵了,现在经济萧条 人民恨资本家都来不及 而且这个人也没什么从政经验,这不是找麻烦吗 总统询问他的意见,弗兰克虽然心里纷纷不平,但还是要装装样子的 这雷员外似乎还在留意这个提名 所以总统打算派人过去游说一下 幕僚长太忙,众议长又不太可靠 一时间还没有想到合适人选 拦主盘算着,让我去会会 只要谈不懂,自己或许还有机会 于是毛遂自见,光头哥死后 国会议员之位就空了出来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打算推荐光头哥的发小竞选议员 这位老哥在社区里很有人望 拉下议员基本没什么问题 女记者左一的前辈简姐得到消息 打电话过去去采访,聊到了当初船场关闭的事 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笔记来看 当时光头哥没有距离力争导致船场关闭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发小当时也质问过这件事 详细的说不清楚 只是隐约知道党内有神秘的高层在背后施压 简简一听,这似乎是个爆款新闻呐 深入调查发现光头哥原本只是个资历不足的小议员 但是自从船场关闭 民主党党编弗兰克立马捧他竞选州长 这不是明显的PY交易吗 转头就跑去向左一求证 如果咱们顺着这条线索调查 不仅能够挖出光头哥的死亡真相 说不定还能翻出个其他的惊天大秘密 左一有些犹豫 还是决定先去国会找弗兰克问个究竟 然而呢 他的回答呀非常的简单 谁是最大的受益人 谁就是幕后黑手 这就是弗兰克的高明之处啊 他迄今为止所有的谋划和布局啊 最直接最大的受益人都不是他自己 但是这些计划呀布局啊 全部整合到一起 再来看呢 他又是最大的受益人 这样一来呢 简解引起了男主的警惕 吩咐下去 让心腹狗叔好好地盯着这个女记者 晚上飞行数千里 终于赶到了雷员外的家 想不到啊 这个老头子非常的佛系 不管你什么大事 反正今天太晚了啊 有事明天聊 有几分别人找我掐饭的时候 我那个样子 耐心地等到第二天 来到雷员外的办公室 刚想聊正事 但是他的业务电话 这一通接着一通 雷员外一直都不肯正面回答 到底要不要担任副总统 男主呢 只能继续陪着 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来到树林里继续 看准时机 再次提出副总统的事 弗兰克都要炸毛了 但是表面上 还是要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 这个糟老头听完了叫 又开始念诗 反正就是各种转移话题 另一边 简姐也找到了光头哥 曾经的女助理 简地下恋人克里斯蒂娜 打听到了消息 刚想进入正题 狗叔赶紧过来打断 与此同时 左翼也查到了 船长关闭的直接受益人 就是民主党的党首乌迈克 就怀疑到了乌迈克头上 简姐也算是一类前辈了 年轻的时候也追过大新闻 也靠身体交换过类目 这能不明白吗 既然狗叔在监视自己 那就说明党编弗兰克 跟这个事根本就脱不了干系 再把之前的教育法案 和退场的前国务卿的事 联系到一起 怀疑弗兰克就是打击政敌 扶植自己的势力 这下左翼也意识到了不对 两个人一合计 决定先去找 那个当初爆料社论的编辑哥 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消息 连夜赶到编辑哥的住所 但见不到人 一打听才知道 他有一个在脱衣武俱乐部 干活的情人 好不容易混了进去 见到了那个妹子 才知道光头哥 确实找过编辑哥 社论呢也是造假的 问起他能不能出庭作证 然而别人只是希望 能平平淡淡的 跳完这一身的厌恶 不想出眠 所以不愿意公开 根据美国的法律 立民情报是无法作为证据的 这一趟呢等于白来 这边的拦主和雷员外 共进晚餐 席间又谈起了副总统的事 不过这次他没有回避 反而以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 问拦主 你觉得我该不该接受这个位置呢 我怀疑你在POA我 这把拦主搞得不知所措 只能含糊作答 然而雷员外精明的狠 直接戳穿了他的想法 单刀直入 你对副总统的位置 有没有兴趣 拦主那也不是傻子 什么人我都告诉你 我的真实想法 再次含糊作答 那么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继续聊 回到屋里 狗叔发来了 总统跟雷员外 近段时间的行程表 竟然高度重合 还共同出席了不少活动 而且总统当年 做生意的时候 雷员外是他公司最大的股东 你们关系熟得很 怎么还要我来给你聊 你这不是玩我吗 拦主是极其生气 这明显被人耍了 找到雷员外就想走 临走前要问个究竟 雷员外也就不再遮掩了 他跟总统是老朋友了 可以说是对他言听几从 当初你没有当上国务卿 其实就是我的注意 但是经过柯恩退场 教育改革 以及怂恿副总统 下场竞选这几个事 他意识到了 拦主是个狠角色 不动深色的扶植自己的势力 现在你在白宫 有国务卿这种亲信 有幕僚长这种伙伴 在国会又有众议长 党首乌迈克这种盟友 横跨行政立法 可以说是树大根深 只手折天 你这种人当朋友 可以成为敌人 就很可怕 所以总统确实考虑 让你当副总统的 此行的目的 也不是让你来审查我 反而是让我来观察你 接着雷员外又说道 只要他松口 你就能立马当副总统 但是我也需要你来给我帮个忙 搞了半天你也有你的小九九啊 拦主问起到底是什么事 然而 语言外他也不说 你不说不就是等以后再提吗 谁知道你以后提什么要求 难道我要永远受之于人 弗兰克转身就走 另一边 桑克天然气公司 已经答应在光头哥选区建场 就准备过来借克莱尔公司的项目 做一个联合宣传 这个事交给了手下吉利安负责 巧就巧在做宣传的这个项目 世界之景 其实就是吉利安 在加入公司之前就已经在做的了 而且网上知名度很高 是他多年来的心血结晶 让一个肆意开采资源 破坏环境的公司 利用我的环保项目做宣传 他完全无法接受 于是拒绝了桑克公司的拍摄 克莱尔得到消息 怒气冲冲的找他理论 吉利安呢也算看透了 你就是个想靠公益项目赚名声的虚伪女人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当场就把吉利安给开除了 然而对方也不甘示弱呀 正好他怀孕了 找来了律师 控诉克莱尔的公益组织 开除怀孕的员工 克莱尔都傻眼了 一旦上了法庭 只会输 申诉律师微乎其微 而且这个事一旦爆出来 绝对掀起铺天盖地的舆论呢 公司是小 民主党党边的老婆 把怀孕的员工开除了 这不连累拦主的公众形象吗 没办法 只能登门盗窃 争取庭外和解 但吉利安强硬的很 必须在社会和媒体面前 揭露你们丑恶的嘴脸 其余的我谈的不谈 这边的男主 回到华盛顿 立刻着手阻止雷员外入住白宫 美国的法律规定 大富豪出任公职 就必须把自己的财产 交给财务公司打理 自己不得过问 不然你一个开采天然气的 当了官你就专门 优先通过天然气的项目 那不是既当裁盘 又当娱乐员吗 所以只要让雷员外的财产 受到威胁 他肯定要亲自处理 就无法就任公职 故此 蓝主找来了 三科公司的说客老黑 雷员外是搞核能源的 跟总统又是老朋友了 一旦他当了副总统 你们搞天然气的 还有好果子吃吗 所以他怂恿三科 对雷员外旗下的子公司 发起恶意收购 一旦那个老头分心处理 就无法及时上任 过几天 总统就要宣布 副总统的提名了 时间紧迫 得赶紧去办 老黑都听懵了 雷员外的资产 顶三个三科公司 这可不是小事情 只能先去问问 股东们的意见再说 另一边 左翼跟简姐 还在继续调查 正好左翼的前同事 建安兰友小帅 在警局有熟人 费尽心思搞到了消息 之前光头哥酒驾的事 是被警察局长给按下的 不过也拿到了 同车小姐妹 瑞秋的暗宗 这是个突破口 两个人忙活起来 左翼去瑞秋 曾经就读的高中 了解情况 这才知道啊 人家也曾经是个 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后来因为复杂的家庭原因 不幸沦落封城 另一边 小帅装作警察 找到瑞秋曾经的同事 调查他的下路 与此同时 拦主接到老黑的回信 股东大会下周才会开 但是等你们开完了 雷员外都上岗了 拦主立马飞往亚特兰大 亲自跟桑科的负责人见面 这搞得别人有点猝不及防啊 一般商人为了避嫌 不愿意跟政客直接接触 所以才需要说客 从中搞PY交易 把这个事又复述了一遍 没想到对方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他们也不愿意跟强大的雷员外为敌啊 隔天一早 幕僚长就带来消息 雷员外明晚八点就跟总统见面了 必须抓紧时间 不过这项活动 并不在对外公布的官方行程里 拦主有了想法 让他再加一个总统跟众议长的见面 也写在非官方行程里 然后找上左一 把这份行程扩散出去 这就让外界产生猜测 可能他们俩人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不媒体立马蜂拥而至 采访两个人 安主跟众议长早就通过气 所以众议长心里心出的很 无比的淡定 雷员外就惨了 被门口的卫星车堵得是出不了门 与此同时 心里也产生了疑惑 难道总统拿我当幌子 其实想提名众议长当副总统吗 这边总统也露了 向幕僚长问责 是谁把他的行程泄露出去了 当然这也是商量好的 牺牲一个不太喜欢的手下而已 另一边 左一跟小帅查到了瑞秋 在某个餐厅打工 搞到了电话打过去 然而对方立刻警觉的挂断了 左一只好发短信 以曝光光头哥为妖席 瑞秋没办法呀 出来见了一面 夜里两个人在一个小巷子里 任左一问什么 瑞秋就是老梁不知道 虽然什么都没问出来 但小帅暗中叮烧 记下了狗叔的车牌号 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 一步步推理 终于明白了弗兰克 是冲着副总统的位置去的 隔天 男主就收到一个坏消息 雷员外先发制人 大量反向收购 三个公司的股票 这不行呢 必须尽快跟雷员外聊一聊 打电话给幕僚长 发现雷员外已经抵达了华盛顿 但是又没有直接去白宫 行踪成迷 此时的男主是无计可施了 突然 皮时经常光顾的苍蝇馆子老板 打来了电话 说是有人找他 除了自己很少知道这家店的呀 谁会在那呢 赶紧驱车前往 发现三个公司的老黑就在门口 原来呀 他早就投赫了雷员外 蓝主的收购计划 园外能不知道吗 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是你个二五仔呀 走进店里 雷员外早已等候多时 事到如今也无需绕弯子 他是搞核能的 需要大量引进山149 也就是稀土中的一种 而中国拥有全球95%的供给量 他担心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会影响自己的生意 所以他必须控制贸易关税 问题是这个事总统做不了准 决定权在国会收敛 而蓝主在国会干了二十几年 也算是神通广大了 雷员外之前力劝总统把他留在国会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蓝主直奔主题 那你想要我干什么 当然了 国家之间的往来 你单方面也不行 所以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只要求你听话 蓝主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怎么可能受制于人 直接表明态度 你要合作就平等合作 你要是摆出一副不合作就不让我当副总统的施舍态度 那就对不起我不搞了 雷员外看似占尽优势 其实主动权都在蓝主手里 他当不了副总统 并不有损他在国会和白宫的影响力 但是雷员外执意对着干的话 那么想必后面蓝主肯定要使绊子 没多久 蓝主意气风发的赶到白宫 总统跟雷员外都在场 显然已经谈妥了 蓝主跟他对视了一眼 还要装作完全不止情的样子 还有这种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 雷员外呢 也恭位了一番 当然啦 戏还是要演到底的 回到家 蓝主是心情大好 当场就给贴身安保升职 别人也不忘吹捧奉尘一番 这句副总统喊的弗兰克那是神苏骨软啊 妻子克雷尔也喜出望外 夜里夫妻俩一起出门夜跑 虽然是一个昊月当空 明朗静谧的夜晚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 疾风咒语也在暗流中逐渐的靠近 纸牌屋第一集的故事 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 蓝主志得一满的步入白宫之际 也埋下了不少危险的种子 左翼作为曾经最接近蓝主的媒体喉舌 掌握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们这三个小团体 一步步接近光头一元死亡的真相 那么他会继续跟蓝主合作 还是反水呢 另一边 孕妇吉利安也要将克雷尔告上法庭 一旦陷入官司 公益组织必然声名狼藉 蓝主的副总统之位也岌岌可危啊 夫妻俩该如何处理这个危机呢 当然了 以蓝主冷血狡诈的性格 区区副总统 还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在下一集里 弗兰克的复仇大戏 才走向高潮 反复无常的幕僚长将被他踢出游戏 老毛深算的雷员外也和他反目成仇 而利于美利坚巅峰的总统 也将成为蓝主权力游戏下的弃神品 纸牌屋第二季的评分依然高达9.2分 可见观众对其质量的肯定 而他呢 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如果大家对这场白宫甄嬛传 依然感兴趣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 没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关注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推送 本期视频点赞过十万 纸牌屋第二季的故事安排 我是二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